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 石超评述 那我们上期节目当中提到呢 目前经济问题呢 再次呈现出来焦点 其实呢 在西方主要的媒体和杂志上呢 依然在讨论着 讨论着中共的权斗 他认为六月份 七月份呢 应该是出结果的时间 但是人们看到的一个客观的结果呢 每一个人也都看着 就像我曾经提到 今天盲人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就是当朝握有权力的人 只原身在此山中啊 不失庐山真面目 所以他们不愿意去辨别 因为他放不下自己的利益 所以才会出现 我们现在看到的浑浑吞吞的一个种场面 海外呢 有一个著名的杂志 杂志的名字就叫外交政策 就在昨天登了一篇文章 直接探讨今天中共最高的权力层面 在过去的这一百天里面的权力斗争的过程当中的德语诗 他提到最大的失败者应该是周永康 文章题目这么讲 中共的主权游戏受到薄熙来事件最大的冲击的官员呢 应该是周永康 文章讲说 中共的领导人的家族通常都拥有庞大的生意和政治交易 在精心掩盖之下 他们这些隐私在西方闻所未闻 到了今年三月份 薄熙来的垮台以及他的家族在世界经济政治利益的关系网浮出水面之后 那我们做老外的才明镜什么是中共的领袖和他们真实的一面 我觉得多简单呢 极度的贪婪和追求欲望的毫无止境的贪心 但具体要的是什么 其实你问问他们 你要啥了 你满足吗 我跟您说 啥都没有 文章讲说 自从薄熙来垮台之后 中共官员和知识分子们罕见的对此案发出了声音 让西方记者挖出了薄熙来家族的一些细情 勾画出中共太子党之间任人为亲的清晰画面 这是一种西方科学或者说西方哲学的理论 就是什么事呢 得有实证 没看见呢 没实证呢 他就不承认 他就或者说没办法拿出来 但是中国人的政治呢 中国人的文化不是 就像画画似的 你看那齐白师画虾米 哗哗 就是两笔就画完了 那老外画虾米 他得勾 那中国人当然有些画的虾米的方法 他也是一笔一笔勾出来的 那画的非常的详细 但是中国传统的水墨画呢 那说齐白师画虾米呢 就这么画 对吧 我还听过老爹讲过故事说 齐白师画西瓜怎么画 洗澡去了 洗完澡的时候 弄墨呢 屁股往墨上一站 发插往纸上 宣纸上一坐 然后起来勾两笔 西瓜底下再勾俩虾米 人家西瓜就这么出来的 你让老外 老外肯定想不出来 这西瓜能这么画 不可能的 这我说的意思就是 中国人的文化呢 他朦朦胧胧 它不是见棱见脚 西方人的文化呢 见棱见脚 正是这样文化的不同的 在看待事情的时候呢 大家扎门的东西也不一样 所以西方人讲究必须就是有实证 但是中国人讲究呢 扎门的味儿 琢磨背后的因素 所以同事喝茶的 每个人扎门的镜头不一样 有味道 这是东方的文化 但是今天中共的政治呢 确实表现出来的呢 让咱中国人看的呢 很清楚 让老外人看起来呢 就有点糊涂 文章紧接着提到说 受到薄熙来冲击的最大的官员 应该是周永康了 周永康在中共最高的政府机构 政治局常委当中排名第九 直到今年 身为政法委书记的周永康 不仅控制着中国广大的公安系统 以及下属的特种警察 法官 检察官 以及警察 而且他还在石油部门控制了四十年 拥有很多的特殊的关系网 而这种关系网使得他在中国的能源政策 尤其是对伊朗和苏丹的能源政策上 具有相当的影响力 人家周永康还管外交呢 人管外交干嘛呢 给自个家里弄石油钱 对吧 中国的油价涨价跟周永康有直接关系 所以哥们您买车 您加油的时候 您就算计 今天我又给周永康几分钱 多少钱 你得算计这数 肯定的 文章紧接着说 实际周永康还控制是专门迫害法轮功的 610办公室 而他所做的一切呢 却是以国家的名义 因为设计的问题很敏感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学者说 即使像胡锦涛这样名义上控制着军队的人 都要给予周永康一定的尊重 所以一些中国专家认为 2011年周永康是北京当局当中 第三个最具权势的人物 应该他仅次于胡锦涛 温家宝他是第三位 这就是这么排的 所以这里头特别提到呢 周永康对法轮功的迫害 那为什么呢 他直接触及到人正常的信仰 和这是今天本实际 在中国社会当中最大的冤案 文章紧接着讲说 实际现在周永康手中的权力 已经被大大的削弱了 那这种削弱呢 应该跟薄熙来是有直接关系的 所以这个这些内容呢 我们就不再重复了 他说周永康的权力被削弱的 另外一个信息呢 就应该是陈光诚事件 陈光诚成功的出逃 是周永康权势削弱的另外一个信号 如果周永康在秋天之前 被清除出政治局常委的话 那中共政治危机将比我们所了解的 更深更危险 我自己认为呢 其实现在已经是更深更危险 如果各省我们讲过 那作为广东省上海市重庆市 他的政法委书记都从地方的常委当中被剃除出去的话 这就说明在为最终剃除掉周永康做准备 而周永康在地方的自己直接管辖的部门 这些官员被从地方常委当中 剃除出去的同一时间 周永康在忙着在电视上露面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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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干这个了 所以他已经顾不上什么我的嫡系部队被清除掉了 我只要每天你好你好你好 就说明我还好 我今天没出去 这就是目前我们看到周永康的处境 那紧接着提到另外一个人就是温家宝 他就讲说温家宝应该是中共官员当中提到改革最多的一个人 特别提到温家宝提了70次改革 而在他任期的最后的日子里 他认为温家宝将会尽其全力为历史和为后世担当自己的角色 那一位在奥巴马任职期间曾经见过温家宝的这个前美国高级官员说 温家宝已经做的够多了 他发出了不同的声音 所以我相信他是真的想要改革 那而且温家宝是中共九个常委当中 唯一面见西方媒体的一个人 而作为薄熙来导台温家宝是九个常委当中最大的受益者 这是他评价 紧接着他就提到另外一个人就是李鹏 那李鹏我相信他提到李鹏应该是跟六四直接相关的 他讲说李鹏是87年到98年任中国国务院总理 他在天安门事件当中所扮演的角色呢被人们称为呢是北京的屠夫 那每当重新提到89640呢李鹏的名字一定会进入这个公众的视野 今天在高层究竟发生了什么样存在着什么样的争议 但是李鹏被广泛认为是主张部队在天安门广场开火的领导人之一 那紧接着他提到李鹏再接下来呢就提到了李鹏的儿子李小鹏和李鹏的女儿李小林 那大家知道李小林呢这一次在两会当中呢还提到得给咱老百姓中国人建立道德道德的档案 所以就像护盆护口本一样得由他们去判别给咱们做个记录您道德了还是没道德 所以下回呢咱们每天早晨或者晚上见面的时候呢咱改称呼原来北京人说吃了吗这么说 没在下回见面的时候你道德了吗你还是没道德咱得这么打招呼 这么打招呼才符合党的太子们女儿们的要求 这篇文章是一篇翻译文章那我们看到的原版的翻译文章的题目它是这么说的 那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我觉得很具有嘲讽意味的就是在这篇原文里面呢他拿出了一个塑像 这个塑像如果我们没看错的话呢应该是在北京的金融街 那用的是弥勒佛的像那手里捧的是钱 我看过之后呢我觉得就是一种亵渎啊 神佛民间所存在的我们信仰当中或者说我们民间所存在的这些神佛的形象呢 是人没资格去随意干嘛的 但是呢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当中呢已经丧失了这个概念 弥勒佛放在这儿开怀畅笑 手里捧着金元宝 为了给你们来钱 你们多是爷呀 你们老阿掰了 对吧 弥勒佛都得为你们打工 得照顾你们挣钱 你们可以把弥勒佛放在露天之下 保佑着你们发财 你们不是爷 谁是爷 但是我不得不跟你说 你这个爷等于是把神明亵渎了 你自身就是一块臭肉 真的 这就是我看的 所以无知者 勇者也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